大家好 总有一些养兰花的朋友不听欠诅 然后使用了一些不正确的养护方法给自己的兰花 结果把自己的兰花养死了 大家看 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这颗兰花是我隔壁的花友养护的 什么原因呢 就是给它施肥 没有把握好 这位花友在给这个兰花施肥的时候 使用了一些普通的复合肥 因为兰花它是比较不喜肥的 虽然说现在是它的生长期 但是我们给它用普通的一些复合肥的话 是很容易会引起肥害 引起烧伤根系导致烂根的 所以说大家切记 不要给自己的兰花使用一些普通的复合肥 尤其是不要给它使用一些农基酱的复合肥 那么我们想要养好兰花 不出现肥害 大家最好给它使用一些专用一点的肥料 比如说兰花中用的这种长效的磨肥 这种磨肥呢 因为它不是通过浇水来分解营养的 它是通过兰花生长的时候 分泌出的一些有机酸 这些有机酸一接触到这些磨肥的颗粒 它就会释放营养给这个兰花吸收 所以就不会出现肥害的现象 兰花需要的营养越多 它释放的有机酸就越多 那么磨肥释放的营养就会越多 当兰花进入到休眠期 或者是不生长的时候呢 它就会停止释放 不会给兰花造成任何的肥害 如果说我们用化肥的话 只要我们一浇水它就会释放 尤其是有一些花友 把这些化肥埋到这个土壤里面 这样的话它就会不停地释放 不停地给兰花的根系提供养分 这样的话就容易出现肥害了 而且普通的复合肥它的释放速度会比较快 不像这种磨肥 这种磨肥的话 它释放的速度 时间可以长达半年到一年 这个时间要根据我们的兰花生长成果而定 生长的越旺盛 它释放的越快 生长的越慢 它就释放的越慢 所以说我们兰兰花一定要注意 给它用好肥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